我认为工作真是美丽的 所以说能够抗击疫情 为挽救病人生命 做出一点贡献 这才是最大的快乐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学习的 现在不但武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有那么多胃痛的病人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 还是非常严静 因为国际上那么多国家的疫情不断上升 所以国外苏热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非常地担心 国外的苏热不要导致我们国家 第二次大的疫情 大的城市国际交流比较广泛的城市 风险可能还是很大的 国外苏热能不能粘防死守 防止在国内这一次流行的 一个年轻的场面 还摆在我们面前 那么多多的课堂 五五五五五三园 这次国外苏热能不能干净 在改变